这个社数真的太惨了 因为每天都在公司加班 回家还通宵干游戏 所以这天刚出门就直接猝死 在家门口转生到了一世界 身为贵族的他还获得了稀有的鉴定金融 能轻易看穿别人的能力和资质面感 他刚睁眼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环境 通过女仆拿来的镜子男主才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竟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由于保留了前世的记忆 男主三岁时便学会了读书写字 也大致了解了这个世界 统治大陆的是一个帝国 还有一名住在家里的厨师做料理 男主时常前往士兵的训练场地 眼前的枪兵米雷看上去很弱 但他的弓兵属性却达到了B级 男主想让他试试用弓箭 结果米雷却一脸不屑 从敌人碰不到的距离射箭 不是男子汉该有的行为 可看到男主那满怀期待的小眼神 米雷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但他从来没有射过箭 只能照葫芦画瓢摆好姿势 没想到他随手一射就正中把星 其他人还以为是巧合 于是让米雷再射一次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几箭 全都射中了把星 甚至还有一支箭贯穿了前面的箭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称赞米雷有弓箭手的天赋 就这样 米雷决定转职去当弓箭手 士兵们好奇男主是怎么知道 米雷有射箭的才能 男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只能撒谎说是自己的直觉 虽然鉴定技能非常牛逼 但有个小小的缺点 那就是无法鉴定男主自己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父亲也听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男主并没有否认 随后他用鉴定能力 看了颜老爹的能力面 明明是农民出身 但却凭借一身无勇成为了贵族 据说他一个人就能轻松撂倒十名士兵 他让男主好好磨练那种直觉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当上领主 发觉人才对领主来说 是很重要的能力之一 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男主更加努力学习 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情 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未来一片黑暗 帝国的政权腐败不开 到处都有农民叛乱 各地的贵族也因此加强自治 男主预感在这样下去 帝国肯定会覆灭 最终开启群雄割剧的时代 到时候他作为领主 要率领自己的士兵去战斗 保护生活在领地的普通人 于是他立刻跑到村子 乔装打扮准备用自己的鉴定能力寻找人才 可找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合适人选 男主坐在角落稍作休息 一次对许多人使用鉴定技能眼睛会很疲劳 就在这时 一个黑皮男人被赶出了店铺 他的长相在这一带很少见 周围的人全都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原来男人是从另一个大陆被带来的奴隶 男主没有因此歧视对方 还将自己带的面包给男人吃 男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结果面包大口湿了起来 他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男主想靠近帮男人擦掉眼泪 但鉴定技能却突然自己发动 这么高的面板男主还是头一次见 莉姿无懈可击地压倒性才能 武力之足以媲美日本最杰出的 英豪之一之田信长 想必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男主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莉姿收入麾下 他跟着对方走进小巷 莉姿劝说男主不要再跟着自己 要不然家里的大人会生气的 男主解释自己要网络优秀的人才 让领地的力量变强 听到这话莉姿还以为男主在和他玩家家酒 男主赶忙说自己是认真的 为了让莉姿幸福 他还亮出了衣服上的家徽 面对男主的盛情邀约 莉姿还是没有答应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让男主为难 眼看天才就要从手中溜走 男主顿时就慌了 下一秒他听到了莉姿肚子咕咕叫 于是男主立马有了主意 用家中美味的饭菜诱惑 成功将莉姿带到了家中 可其他人对奴隶的歧视根深蒂固 丝毫没有给莉姿好脸色 男主知道劝说也很难改变 索性便把椅子挪到莉姿旁边 准备和他一起吃 在这种强硬的态度下 莉姿才终于如愿吃上了大餐 在吃饱喝足之后 他便将莉姿带到了父亲面前 希望能让莉姿当自己的家臣 可父亲听到莉姿的身份后便果断拒绝 但男主却说莉姿拥有卓越的才能 如果不让他当家臣绝对是一大损失 本来父亲不相信莉姿有什么才能 但看到男主坚定的眼神 父亲决定给莉姿一个机会 只要在模拟战中打败他就算是过关 男主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父亲则表示自己会稍微放水 几人很快来到了训练场 只要莉姿在沙漏流光前击中他一下就算赢 双方互报姓名后 战斗正式开始 领主率先发起攻击 强大的力量让莉姿无法与其对抗 光是抵挡就已经让他用尽全力 可周围的士兵这时却惊呼不可能 就算领主对他们放水 木剑也会马上被打掉然后结束战斗 莉姿竟然一步都没有退让 突然莉姿露出破绽被领主刺倒在地 身负重伤的他并没有选择放弃 想到男主如此相信自己 他不想辜负那份期望 莉姿站起来后表情非常认真 表示自己要全力进攻了 他在领主挥剑时用划蝉躲过去 可惜这一招被领主倒下来 眼看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 领主却宣布测试结束 原来莉姿刚刚那一剂擦到了他的头发 这场模拟战士莉姿隐乱 按照约定领主会雇用他当小兵 并且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发现莉姿确实有剑术方面的才能 以后绝对能成为最杰出的剑士 对男主的看人眼光他现在是深信不疑 说不好在乱世之中还能当上皇帝 周围的士兵对莉姿表示认可 希望他有空也能和他们进行模拟战 就这样 莉姿除了有士兵的身份 他还接受了仆人的工作 希望尽可能帮男主的忙 莉姿单膝下跪发誓 接下来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报答男主的恩情 这个小孩是真牛逼 拥有能看穿别人属性面板的鉴定技能 为了在接下来的乱世中生存 他每天都要出门寻找人才 通过几个月的时间相处 莉姿已经完全被接纳 因为接受教育的缘故 他已经成为了家中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叫男主念书的工作也交给他 这个大陆原本有七个国家 帝国的第一任国王积蓄实力吞并了其他国家 但现在的帝国已经是濒临毁灭的状态 现任国王只是个八岁的孩子 底下沉迷派系斗争的家臣们掌握着士权 腐败的政权导致各地频频出现叛乱 各州的总督们也都无视帝国开始强化自治 男主知道将来战争一定会全面爆发 所以他要用自己的鉴定能力提前往为优秀人才 莉姿认为如果发生大战 最先开始的地方应该是他们居住的米西安州 因为现任总督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 很有可能会在几年内过失 按理来说应该由大儿子继承家业 可二儿子能力比较优秀 所以总督一直在烦恼这件事 不管结果如何 两个儿子都有很大几率会打起来 男主的老父亲站队在哪边不是他能决定的 因为他不是总督的直属家臣 每个州底下还有许多郡 男主的父亲是卡纳雷郡长的家产 就在男主担忧之际 莉姿却说这是个机会 只要在大战中表现优秀 领主就能升官 为此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人才 二人当即便准备出门 男主的父亲最近练剑的时间也增加了 他知道战争很快就会打响 听到儿子要去镇上寻找人才 父亲拜托男主寻找擅长魔法的人 因为在今后的战争中魔法将会是重点 家中没有擅长魔法的人才 一旁的莉姿非常认同领主的观点 男主突然想起来 之前他曾经施展过一次魔法 老父亲自耐以后就没有让他再施展过魔法 因为男主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一点采放 很快他就跟父亲告别 由莉姿骑马带他前往隶属卡纳雷郡的重镇 这里的长住人口高达五万人 远处气派的城堡是郡长居住的地方 男主发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看起来都非常富裕 于是他下定决心 以后要让自己领地的人们也过上这种生活 趁着街上的人多 男主果断发动鉴定技能寻找人才 可找了许久他都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 更不用提擅长魔法的人了 男主看见的等级是能力值数字和资质相成的结果 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值有多高 没有资质的话就无法发挥 莉姿安慰男主才刚开始不用着急 但在路过小巷的时候男主却停下了脚步 里面的情景让他呆愣在原地 果然越繁荣的地方贫富差距就越大 男主明白现在的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 真正的好城市是让这些弱势的人也能有好的生活 自己就是想打造这样的领域 或许这个想法有些天真 但男主却希望有才能的人就在这些人当中 很快二人便来到了镇上最大的集市 还没等男主往里走 一个商贩就叫住了他 然后开始推销手中所谓的龙蛋 听到这话男主瞬间就心动了 掏出钱包就准备买三颗 可莉姿一听对方就是在推销假货 帝国从去年就已经和北方大陆停止了贸易 这些蛋只是当地的西异大义 男主见丽姿有弄死伤犯的想法 他赶忙出生阻止 这时丽姿才终于恢复理智 鞠躬向男主道歉 男主害怕自己每次被骗丽姿都会暴动 所以他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多读书避免出人命 逛了一圈下来 男主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 看到还有卖甜点的摊位 他当即拎包钱去购买 就在付钱的时候 一个穿斗篷的人撞了男主 顺手偷走了他的钱包 见状丽姿直接抱起男主追了上去 小偷逃跑的速度非常快 可丽姿也不是吃素的 他拽下斗篷后发现对方是个蓝发少女 很快妹子就钻进了小巷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三个大汉为主 然后不由分说一拳将少女打倒 看到这一幕 男主连忙出生制止 大汉一点都没惯着他 上前就想对男主动手 可在丽姿眼里 这几个人简直不堪一击 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轻松解决 大汉不敢过多停留 放下狠话后就灰溜溜离开了 男主用鉴定技能看向少女才知道 对方的魔法兵资质竟然达到了恐怖的S级 除此之外领导力也高达92 吴勇直甚至和领主父亲不相上下 至于其他的战斗能力就平平无奇了 但那些都不重要 这个名叫夏洛特的少女 在魔法方面已经具有压倒性的力量 丽姿想让夏洛特把偷的钱包交出来 可男主却直接开口询问夏洛特 要不要当自己的家臣 结果夏洛特表示死都不要当他的手下 男主想让他用魔法才能帮助自己 并许诺只要来当家臣就能有饭吃 而且每个月都能领薪水 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听到这话夏洛特一脸不屑 嘲讽男主这些贵族为什么总是瞧不起人 你们只不过是出身比较好而已 自己可不想成为贵族守护奢侈生活的道具 男主说自己不一样 他将来有一天要打造让弱势的人 也能安心生活的城市 夏洛特认为男主每天都过得很好 根本不懂他们这群只能在小巷狗活的人 无论男主怎么劝说 夏洛特都不答应成为他的家臣 健壮丽姿要回了偷走的钱包 在伸手的时候男主发现夏洛特有伤 通过询问 他这才知道刚才的那些人是奴隶商人的手下 夏洛特溜进贵族的食物仓库被发现 所以被卖给了奴隶商人 他趁对方不注意逃了出来 男主想劝说他跑远一点不要再待在镇上 可夏洛特却不能那么做 因为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他 这些孩子全都和他一样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他不忍心丢下他们独自离开 看到这一幕 男主放弃了带夏洛特走 从丽姿手上拿过钱包递给了他 夏洛特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这件事让男主陷入了深思 可就在他和丽姿说话的时候 突然发现白天的几个小孩出现在街上 并且口中还喊着夏洛特的名字 通过询问男主才知道 夏洛特又被奴隶商人的手下抓走了 这个小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用一顿饭骗来的家臣竟然这么牛逼 一个人就能把奴隶商人的大本银给打穿 而他救下的女孩体内魔力也无比惊人 抬手对着天空就是一招岩暴数 牛逼 就在刚刚 夏洛特被奴隶商人的手下抓住 无论怎么打他都没有反抗 可在大汉拿起他身旁的钱包时 夏洛特突然抱起打算把钱包抢过来逃走 结果没走两步就被大汉按倒在地 奴隶商人告诉夏洛特 即使他逃走也只能回去过垃圾般的生活 要恨就去恨抛弃他的父母吧 听到这话 夏洛特回忆起了往事 被父母抛弃的他只能在阴暗小巷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想用钱和人换一个面包吃 结果却被无情地推倒 大街上过往的行人连正眼都没有看他一眼 夏洛特恨自己为什么要被生下来 就在这时一变突生 丽兹一马当先闯了进来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奴隶商人的手下 随后男主来到夏洛特面前 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奴隶商人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认为男主只是贵族家的小孩而已 男主让奴隶商人放了夏洛特 可在对方眼中奴隶是用来交易的商品 怎么能因他的两句话就乖乖放人 夏洛特也让男主别多管闲事 但男主却十分在意夏洛特空洞的眼神 现在他才找到答案 夏洛特的野心数值是一 野心值越大就越有可能背叛或者变成威胁 但那也是想要让自己变好的象征 而夏洛特却已经放弃未来了 听到这话奴隶商人不禁笑出了声 他认为奴隶没有未来是理所应当的 男主瞬间暴怒开口反驳 见到有人为自己发声 夏洛特封闭的内心也逐渐打开 奴隶商人不想再和男主废话 于是他叫来更多的手下准备教训一下男主 可男主对丽兹的武力值非常有信心 这些小喽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丽兹进入战斗状态 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 这些人在他面前全都被一招秒杀 就算用魔法也无法伤到他分毫 奴隶商人见状只能掏出底台 从楼上叫出了一个光头大汉 光头以前是军队的步兵队长 因为不良嗜好才被赶了出来 男主用鉴定技能看了下对方的属性 他让夏洛特放一万个刑 丽兹是不会输的 光头被丽兹骂作肥猪 听到这话光头怒气直飙声 挥动拳头冲向丽兹 可下一秒丽兹就借着吊灯来到光头上空 一脚就将其踢飞树木 紧接着又是一拳把光头打得失去意识 奴隶商人仗着有军长的承认 不想让男主再继续下去 男主知道自己的身份还不足以撼动军长 所以他掏出钱袋表示要买下夏洛特 奴隶商人本不想答应 但丽兹上前表示奴隶买卖奖的是信用 他们如果就这样把夏洛特带走 那奴隶商人便会颜面尽失 因为已经找到买家的奴隶被别人抢走了 丽兹劝他用有人出更高的价格买下了夏洛特当理由 被威胁的奴隶商人没有办法 只能让男主和丽兹将夏洛特买走 等做完这一切外面天都亮了 夏洛特说自己想去一个地方 男主和丽兹跟他到了地方才发现 从上面俯瞰小镇的景色非常美 每次夏洛特看到这个景色 就会暂时忘却那些讨厌的回忆 随后他询问男主 为什么想打造让平民也能安心生活的城市 原来男主上一世疲惫或是痛苦的时候 只要看到小孩子的笑容就能得到鼓励 他认为小孩子的笑容充满了希望 怀着希望就代表对未来的可能性充满期待 这种期待拥有巨大力量 就像自己得到鼓励那样 大人也会受到鼓励 让大家对未来充满期待 想过更好的生活 想挑战新的事物 男主认为这种活力能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他要打造让孩子们能永远怀着希望的归宿 这才是城市统治者的使命 突然男主意识到自己好像又说了自以为是的话 他赶忙解释自己只是希望大家融洽又快乐的生活 夏洛特想让那些流浪的孩子 过上男主所说的那种未来 一旁的丽兹掏出魔法道具 让他先证明魔法才能 他并不是怀疑男主的眼光 而是想亲眼确认夏洛特是否真的有才能 在丽兹的教导下 夏洛特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施展魔法 只见他缓缓念出咒语 火焰开始不断朝手找汇聚 男主和丽兹都看懵逼了 夏洛特不愧是魔法资质S的天才 男主向他保证成为家臣会有食物和助处 并且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替他转交给流浪的孩子们 夏洛特在和孩子们告别后 跟着男主和丽兹回到了家里 可老父亲不同意让夏洛特这个女性上战场 没办法 男主只好让他使用魔法让父亲见识一下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五岁小屁孩竟然是个谋略天才 面板甚至能与日本战国第一军师相披免 于是男主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这孩子当自己的家产 此时据夏洛特加入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不出预料的是各地叛乱计划 男主所处的州与相邻的州爆发了领土纠纷 他的父亲也被迫参战了好几次 但领地的氛围并不承认 因为每次他们都是大获全胜的一方 这次的主角依旧是公主夏洛特 他的出现就像星星诞生 瞬间就成了战场上最强的魔法兵 并得到了罗本特的火焰公主这个称号 现在夏洛特的吴勇之达到了恐怖的110 并且统帅值上升到了73 魔法部队和男主父亲所率领的步兵部队 已经成为了罗本特家的两大招牌 男主很幸违家族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最近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那就是男主有了双胞胎弟妹 通过鉴定技能他发现二人的面板极高 将来一定会成为支撑家族的存在 这时利兹告诉他有新的人才出现了 听说有个猎人家族搬到了领地内 他们家的两个兄弟不仅身高很高 能力也很强 听到这话男主当即决定去见见对方 见男主准备出门 夏洛特也打算做护卫陪他去 正好今天他放假 于是三人骑成一匹马前往 利兹和夏洛特一路上都在吵闹 男主听得头都大了 突然一头野猪从草丛冲出 而紧随而来的是一发箭矢 野猪被瞬间击杀 两个猎人发现男主三人 连忙上前打招呼询问情况 男主用鉴定技能查看对方的面板 发现二人正是他要去找的人 胡勇之分别是67和65 哥哥在步兵素质方面是A 弟弟则是工兵素质是A 男主将自己的身份说出 随后便被两兄弟请回家拿出好吃的招待 夏洛特拿起肉开始大快赌 而男主却直接说明来意 他想让两兄弟去当士兵 听到这个消息两兄弟也十分开心 他们从小就想去当兵攻城名就 在聊天中男主得知老猎人 还有个儿子叫罗塞尔 明明年龄和男主差不多 但性格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夏洛特叫住了偷偷拿面包的罗塞尔 老猎人让他赶紧打招呼 可罗塞尔支支吾吾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男主发动鉴定技能惊讶地发现 这个五岁小孩的才智竟然高达109 恐怕帝国内都没有人能够胜过他 虽然老猎人怕罗塞尔给男主添麻烦 但男主却下定决心要让对方做家产 听到这话罗塞尔露出恐惧的表情 以为自己要上战场 甚至看男主三人都变了一副模样 说罢他便又躲回了房间里 男主没想到会被拒绝 老猎人解释 罗塞尔和其他两个儿子比起来既瘦弱又胆小 并且妈妈还在两年前过世了 在那之后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身为猎人的儿子 他这个年纪应该练习砍柴和射减 但是别说上战场了 罗塞尔就连正常生活都很难 男主告诉老猎人 罗塞尔的强项是运用材质成为军师而不是士兵 以他的聪明材质一定可以帮上忙 男主推开门再次尝试邀请罗塞尔 他先是为刚才的事情道了歉 随即他发现罗塞尔喜欢看书 于是便邀请对方来家里的图书室玩 到时候想带走什么书都可以 罗塞尔没经得住诱惑表示想去 只不过要带上两个哥哥一起 结果一进门他就被狗吓得嚎啕大哭 男主让夏洛特带两个哥哥去参观兵营 罗塞尔则是被带去了图书室 一进门他就被海量的图书吸引了 连男主后面说的话都没有听到 莉兹表示罗塞尔阅读大量的书记后累的睡着了 不懂的单子只要一教他就能记住 还能进行联想举一反三 男主查看罗塞尔的面板 发现他的材质直在不断上升 如此惊人的学习能力让男主自愧不如 这时罗塞尔的两个哥哥过来想喊他回家 男主在他们口中意外得知罗塞尔没有被交过认字 恰好罗塞尔睡醒了 男主连忙询问对方是在哪里学会认字的 罗塞尔解释是自己回想小时候妈妈念书的情景 把听过的文字和书上的字做对照 然后就看得懂了 要知道罗塞尔当时才三岁而已 并且他出生之后的事几乎全部记得 送走了几人后 男主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罗塞尔留下来当家产 莉兹提议让他们知道能用射箭以外的方式狩猎 这样的话也许就能使罗塞尔自信起来 于是第二天男主找到了对方 想让他们试着用陷阱狩猎 两个哥哥感觉这种方法不一定管用 可能还不如他们自己抓得快 男主上前抓住罗塞尔的手 表示武器并不是只有力量和体力 头脑也可以作为武器 只要运用头脑设计陷阱 老猎人一定也会认同他的 在男主和两个哥哥的劝说下 罗塞尔终于决定试试看 结果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抓到了大量的野猪 这都是罗塞尔的功劳 老猎人看到这一幕也大吃一惊 原来罗塞尔通过看书了解到野猪有虫撞黄色东西的细形 所以他做了涂成黄色的围栏把野猪引进去 人类并不会掉进这个陷阱 任何人都能简单抓到野猪 不仅如此 树上挂的香草是小猪和正在养育孩子的母猪讨厌的味道 可以防止它们跑进来 万一不小心跑进来也有小洞可以逃出去 即使是繁殖力很高的野猪 一直抓小猪也会逐渐灭绝 身为猎人在狩猎的时候应该学会思考怎么与自然共同 两个哥哥想让父亲认可罗塞尔 可老猎人却让他们明天出发的时候将罗塞尔带走 老猎人拜托男主以后照顾下罗塞尔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罗塞尔以为父亲讨厌他 但男主觉得老猎人这么说一定有理由 所以他让罗塞尔先回家主 到了晚上 罗塞尔独自待在房间里乱想 妈妈是生下他后身体才变差了 爸爸会讨厌他是因为他害死了妈妈 妈妈会死都是他的错 大家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每年的忌日他总是躲在房间里 他害死妈妈又帮不上家人 早知道这样要是没有生下他就好了 就在这时罗塞尔听到了房顶上有说话声 两兄弟在向父亲告别 期间他们询问老猎人 为什么要对罗塞尔扳出那种态度 那个陷阱不是很厉害吗 老猎人表示自己应该被罗塞尔怨恨 他没有发现儿子的才能 不止如此 他还总是只能看到罗塞尔做的不好的部分 然后严厉地训斥他 老猎人认为没发现儿子潜力的自己 没资格当父亲 他希望罗塞尔今后能在发挥所长的地方度过人生 但是罗塞尔和他母亲一样温柔 比起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肯定会一直担心家里 所以老猎人只能让罗塞尔彻底恨自己 然后离开家 这也算是他给儿子的补偿吧 老猎人让两个哥哥替自己好好保护罗塞尔 很快男主就带着利兹来接人了 除了两个哥哥以外 罗塞尔也决定跟男主一起走 男主告诉他可能和爸爸暂时见不到面了 罗塞尔说没关系 随后他告诉老猎人 自己不会讨厌爸爸的 虽然自己没有力量 狩猎也很慢 在家里完全拍不上用场 但之后自己会在男主那里努力念书 学习各种知识 帮上这个村子的忙 努力做出更棒的陷阱 到时候可不可以回来和爸爸一起生活 不管罗塞尔有没有成为家臣 男主都觉得没关系 罗塞尔的确拥有惊人的才能 是作为家臣的必要人才 但是在作为家臣之前 他们两人都是重要的百姓 能修复彼此的关系 自己感到非常开心 这番话让两兄弟更坚定了内心 力士要成为优秀的士兵来保护男主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年仅九岁就有了未婚妻 更离谱的是女孩竟突然搞起了夜戏 非要找男主深入交流一下 还好男主的压枪技术登峰造极 这才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 自从和罗塞尔成为伙伴后 又过去了三年 由于经常出门参战 男主的父亲病倒了 男主想代替父亲出征 可父亲却坚持要自己出战 因为一年前总督病倒了 写下的书信指明由弟弟担任继承人 但是哥哥却说这是弟弟的阴谋 并且最近在战争中战尽辉煌 所以许多家臣也支持由哥哥继承家业 结果两个派系让州内完全陷入了队里 隔壁州趁机发动攻击 就在男主思考对策的时候 老父亲告诉他还有其他要思考的事情 比如说男主没见过面的未婚妻 听到这话男主大吃一惊 父亲之前从来没跟他提过呀 而且前几天对方还寄来了信 男主当即找到众人把经过说了一遍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自己有未婚妻 就在这时女仆推门比报 说外面有位自称是男主未婚妻的人拜访 男主心里慌得一批 他前世连个女朋友都没交过 到底应该怎么和女孩子搭话呀 男主发动鉴定技能看向对方 结果却发现女孩的面板极其恐怖 正直100野心80 明明外表非常乖巧 为什么野心会如此大 男主猜测对方是故意装出来的 想给他留下好印象 甚至最终的目的是想占领自己家 见男主一直看他的脸 女孩感觉有些害羞 男主礼貌地将丽西亚请了进去 路上管家发现了丽兹的奴隶身份 丽西亚让他为自己的无礼道歉 因为丽兹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都传到了他们那里 听到这话管家当即表达了歉意 这时女仆们拿出鲜花送给了丽西亚 对她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 随后男主带丽西亚到处参观 期间女孩平易近人 一点都没有贵族的架子 交际能力简直满分 平时内向的男主都能和他聊得来 最重要的是丽西亚长得还非常可爱 要是没有鉴定技能 男主百分之百会对他一见钟情 丽西亚在来的途中经过阵上 感觉大家都朝气蓬勃非常棒 男主感谢丽西亚的夸奖 要不是外面下雨 他还打算带女孩出去逛逛呢 可丽西亚却让男主不用担心 话音刚落 外面的天空竟突然放弃 男主还以为丽西亚拥有能操控天气的能力 结果女孩表示自己同马车上观察过云的动向 知道这只是一场阵雨而已 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夏洛特和罗塞尔在外面偷偷观察 罗塞尔认为丽西亚很漂亮也很有礼貌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有点可怕 丽西亚拉住男主的手打算去镇上逛逛 小镇居民遇到男主都热情地打招呼 听到丽西亚是他的未婚妻后 居民们纷纷表达了祝贺 可突然男主发现有两个人吵起来了 经过询问才知道 他们是因为魔力石的金户问题起了争执 家具师傅定的是炎之魔力石 供应商拿来的却是炎之魔力石 二人没有书面约定才会搞成这样 男主作为下一任领主 应该想办法平息这个场面 要是做不到的话 丽西亚可能会认为他无能 最后把领币全部占为机友 还没等男主说话 夏洛特就带着罗塞尔找过来 他想用魔法解决争执 幸好丽西亚及时阻止 在认出夏洛特的身份后 丽西亚当即变化作小迷妹 一顿彩虹屁下来 直接给他拍的找不着北 随后丽西亚希望男主 把这件事交给他解决 如果能顺利解决 那男主就答应他一个请求 眼看两个人的争执愈演愈烈 丽西亚上前出口 先是夸了他们的长相 紧接着说出自己的身份 他表示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 英之魔力石可以由他的家族收购 正好他的领地内 采不到英之魔力石 稀有度很高 他愿意用比现在更高的价格收购 而炎之魔力石 在他们领地的火山能采到很多 所以他能便宜出手 这样问题就完美解决了 这番操作下来 居民对男主更加感激了 为了防止类似的问题在发生 男主提议他们交易的时候 签订契约 通过这件事 男主发现丽西亚的政治手腕 果然很厉害 很快就到了黄昏时代 丽西亚想让男主 听一听自己的请求 希望男主能诚实回答 他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男主完全搞不懂对方的想法 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赢过 丽西亚的聪明才智 于是男主直言不会 表示自己喜欢不会隐瞒事情 能互相聊真心话的人 丽西亚听后笑了笑 说他会拿来当做参考的 当天晚上在丽兹的安排下 二人吃了一顿很豪华的晚餐 夏洛特用美丽的魔法炒热宴会的气氛 让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男主依然看不透丽西亚真正的想法 就在他准备上床休息时 丽西亚让男主安静一点 男主还以为丽西亚走错房间了 结果丽西亚却说他是偷偷溜出来的 想和男主好好聊聊心里话 半夜和女孩子独处男主感觉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丽西亚开口了 询问男主对他有什么看法 男主不理解丽西亚的意思 于是丽西亚坦白他拥有看别人的表情 就能知道对方情绪的能力 在男主见到他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怀疑 因为二人是初次见面 丽西亚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他自信只要聊几分钟 就会让男主放下警戒 可一天下来男主对他的怀疑却有增无解 最后还说想听他的真心话 丽西亚不知道男主到底在怀疑他的难一点 看到女孩的不安神情 男主也摊牌了 说出了他拥有鉴定技能的事情 丽西亚拥有很高的政治才能 还有远超他人的野心 所以他才会怀疑丽西亚的所有行动 是不是早就预谋或是有什么目的 丽西亚一点也没有怀疑男主在说谎 因为这样才能解释男主之前的所有行为 丽西亚表示自己确实拥有野心 丽西亚娇羞的表情让男主看入迷了 嫁给力量雄厚的男人 确实是作为领主女儿活下去的最好办法 男主感觉丽西亚应该不会同意 当自己这个弱小领地贵族的未婚妻 结果下一秒男主的想法就被丽西亚看穿了 男主家族统治的领地的确很小 如果男主是个不起眼的人 那他肯定会不择手段破坏婚约 但是今天和男主度过一整天后 丽西亚改变了想法 丽西亚认为男主非常有才能 以后家族一定会繁荣起来 男主不耍心机和百姓相处 以自己真实的样貌受到百姓爱戴 这是作为领主无可取代的能力 丽西亚也和大家一样喜欢上了男主 男主第一次被女孩表白有些不知所措 眼看时间不早了 丽西亚向男主说了晚安后便回了房间 与此同时 丽西亚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羞 脸都红成了泡泡茶壶 这还是她第一次坦率地对别人说出真心话 因为贵族的世界很肮脏 每个人都满口谎言不愿说真心话 为了得到地位和特权可以毫不犹豫牺牲别人 丽西亚对自己能敏锐察觉到这种感情的能力 打从心底诅咒怨恨 但是有一天 她发现只要让有权有势的男人对自己一见钟情 那她就能摆脱这个充满阴谋的肮脏世界 当她开始这么想后 一直以来让她厌恶至极的能力突然变得可靠无比 所以她学会正视肮脏的事物 也学会说违心的话 因此她才对弱小的男主家的婚姻没有一点兴趣 她想嫁到势力更强的地方去 为了建立良好关系 丽西亚这才来拜访男主家 可见面后她才发现 别说留下好印象了 男主脸上全都是怀疑 就连露出好几次的必杀技笑容都没有用 但在脚背鞋子摸破时 男主却特意去买了擦的药送给她 那份温柔甚至超越了地位和身份 居民们对待男主也像是对待家人一样 丽西亚非常向往这样的美好世界 被男主所深深吸引 并且对方还真诚地接受了 她不顾一切说出来的直率性命 她现在终于知道自己该如何使用能力了 虽然男主有能力又坚强 但她的个性太温柔了 以后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 这个小孩怎么也没想到 老父亲竟然让他在旁边看着恶人被执行死刑 如果男主能全程不动摇 那他才有资格上战场独当一面 可看到人被杀死的景象 男主内心还是止不住恐惧 距离丽西亚来访 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男主父亲病情突然恶化 医生让男主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听到这话男主心如刀割 他还没有对父亲做出任何回报呢 没过多久 总督就被神秘人暗杀 杀手剑逃走无望 直接选择了自杀 领主询问罗塞尔有什么看法 罗塞尔认定近期会发生大战 继承人之争即将打响 州内阁郡长要选择一边站队 管理他们的卡纳雷郡长 鲁梅尔应该会选择哥哥科兰 领主告诉几人要遵从这个决定 并且近期会召集开会 他让丽兹整顿军备随时准备出发 可话音刚落 领主就因病突然晕厥失去了意识 果然不出所料 郡长给他们寄来了书信 说是三天后在卡纳雷城集合 丽兹和夏洛特想替领主参加 但男主决定这次由他去 时隔七年半 男主再次来到了这座城镇 三人禁止朝郡长所在的城堡走去 在将书信交给守卫并表达了来以后 守卫有些不相信男主这个小屁孩的身份 但当他看到大名鼎鼎的火焰公主夏洛特 以及死神丽兹后 他这才相信男主的话 随后赶忙为三人带路 就在这时郡长的直系家臣喊住了他们 得知男主父亲又病倒了 对方感到十分遗憾 通过鉴定技能男主发现梅纳斯是个万能型人才 突然梅内斯开口想邀请丽兹和夏洛特来这里生活 还没等男主担心 丽兹和夏洛特就果断拒绝了对方 见状梅内斯只好带着他们前往会议厅 其他的领主早就在那里等着了 推开大门后 男主向另外两位领主做了自我介绍 结果现场出奇的安静 没有人搭他的话 就在男主感到有些尴尬时 库梅尔的领主开口和他打起了招呼 老爷子让男主不要紧张 吃点饼干放松一下心情 可突然他发现另一位领主正在死死瞪着他 男主还没等开口询问 鲁梅尔郡长就推门走了进来 几人连忙起身鞠躬行李 男主通过鉴定技能发现对方的吴勇之很高 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能力 但是能力很平均 不足的部分都有加成梅纳斯弥补 在这两位的领导下 卡纳雷郡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次鲁梅尔召集他们是为了总督遭遇暗杀一事 战争开始后 卡纳雷郡将支持长子克兰 见众人没有意义 郡长便让他们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准备 其他两位领主和手下商讨备战事业 而男主则是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这时郡长走了过来 他先是关心了男主父亲的病情 随后感叹起最近利兹几人的强悍战力 鲁梅尔非常期待男主今后的优秀表现 男主当即表示会加油 尽自己所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突然在旁边瞪他的那个领主叫住了他 通过交谈男主才知道 对方是利兮亚的领主父亲 男主想问清楚老丈人生气的原因 哈曼德表示女儿最近心情不好 好像是对书信往来有所不满 哈曼德询问男主最近有没有好好回心 提到这件事他才想起来 最近由于父亲病毒 紧接着又收到总督被暗杀的消息 所以他还没来得及给利兮亚回心 于是男主向老丈人保证回去就行 哈曼德告诉男主自己女儿平时总是表现得很完美 不会把感情表露出来 但他现在的态度却很露骨 看来是真的很喜欢你 利兮亚天资聪颖特别擅长察言观色 自己却仗着这一点不去陪伴他 只顾着忙于领主的工作还有备战 小时候领地内还闹出了贵族间的丑陋纠纷 他肯定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回应 哈曼德希望女儿幸福 发生这种事他也有责任 但还是没忍住瞪了男主 身为领主他一碰到女儿的事就变得心胸狭窄 他向男主道了歉 然后希望男主能照顾好利兮亚 男主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保证会尽力让利兮亚获得幸福 回到家后 男主父亲得知鲁梅尔郡长的决定并没有意外 对于儿子在没有自己陪同之下参加会议 他感到非常高兴 闲暇时男主坐在桌子前给利兮亚写回信 在信中还提到了哈曼德领主对他很关心 希望利兮亚能代替自己问好 如今局势紧张时刻都可能爆发大战 两家里应携手并肩克服困难 最后男主让利兮亚注意身体 为了不让老婆担惊受怕 男主找到利兮开始了训练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泡在训练场 他发现大家都在训练变强 而自己却毫无掌勁 之前第一次率兵进行模拟战也以失败告终 书上学的再多都弥补不了实战经验的欠缺 最致命的是他一看到士兵们凶神恶煞的模样 心中就抑制不住的恐惧 如果在战场上利兮和夏洛特肯定会支援他 但若是在战场上不能抬头挺胸 军队必定会陷入不安 手下的人能力在墙 没有可靠的好领导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就在这时 罗塞尔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告诉他隔壁州派兵往库梅尔领地来了 郡长来信要求他们立即出兵增援 如果库梅尔沦陷的话 那么对方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了 领主的身体状况无法出征 这意味着男主上战场的时候到了 男主让利兹召集大家去宅邸前集合 见男主有些不安 利兹安慰他不用担心 自己一定会帮少爷赢得首战胜利 将消息告知士兵们后 男主表示接下来将由他率领大家迎战 可就在这时 男主的父亲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他不能让男主现在就上战场 这次还要自己去 男主不想让父亲带病出战 可领主却说他甘愿为了保护领地而死 他不是担心能否取胜的问题 现在男主还不具备战士该有的表情 男主没有听明白父亲的话 见状领主提出给他测试 命令手下将牢里关押的大恶人带过来 男主在旁边看着执行死刑 只要能保持冷静面不改色就算合格 男主生平从没见过人被杀死的景象 就连上一世也不例外 他不知道自己看到死人能不能保持冷静 很快领主就下令执行死刑 随着士兵的斧头落下 恶人当即就伸手一触 看到这一幕男主的心脏狂跳 胃里的食物不断向上翻涌 在看到地上死人的眼神时 男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跪在地上狂吐不止 父亲告诉他不用觉得耻辱 一开始谁都如此 包括自己也是 这点程度就会受到刺激的话 是做不了实战指挥官的 所以这场战斗还是由自己去吧 随后领主举荐率队出征 士兵们与男主擦身而过 丽兹几人脸上写满的担心 可领主让他们不要停留立即出发 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天空中就下起了大雨 男主明白了自己对战争的觉悟还远远不过 这个小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正值壮年的父亲 竟然死得这么突然 临终之前把家族托付给了他 从今天开始 男主将开辟属于他的传说时代 就在刚刚 领主奉命率军出征 敌军人数是卡纳雷军的1.5倍 但男主父亲率领的军队一名惊人 最后成功击退了敌军 开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返乡了 这一天正好是男主12岁生日的4天后 看到男主满身是伤 逆字连忙上前询问情况 男主说这是训练兽的伤不用在意 随即他看向床上的父亲 原来领主在战场上 是不可挡一往无前 本来不好的身体 由于长时间在战场上激动 所以结束时才累倒了 听到这话男主觉得是自己不争气 害父亲不得不出战 丽兹想出言安慰 结果下一秒 男主就转头离开要去训练 让丽兹及时和他汇报父亲的情况 夏洛特听留守的人说 男主每天都往私里练自己 三人担心他最后练过头也倒下了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敲响 原来是丽兹来访询问男主的情况 他有些放心不下男主 因为之前定期通信 能感受到男主真挚的感情 但自从开战以来 虽然男主表面上看不出很大的转变 可仔细看还是能发现他心不在焉 在字里行间感觉不到他的感情 丽兹没有责怪男主的意思 他只是想知道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 见状丽兹只好把经过说了一遍 男主大概是因为自己无法参战而于心有愧 并且领主累垮了身体 也让他倍感自责 听到这话丽兹突然说自己太没用了 作为男主的未婚妻 却没能在对方痛苦的时候帮助他 得知男主在训练场 丽兹当即出发前往 可刚到门外他就被里面的声音吓了一跳 等推开门他才看清 男主正在和士兵进行实战训练 士兵担心他再继续下去身体会吃不消 但男主坚持起身让他继续 父亲都能拖着病落的身体奋勇杀敌 他也必须有足以保护大家的力量 看到这一幕 丽兹默默退了出来 他知道现在不是搭话的时候 就在这时女仆跑了过来 告知众人领主恢复意识 在见男主之前 他有话要先和三人说 听到这话三人有些紧张 领主先是向他们道了线 这次叫三人来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想拜托三人支撑男主继承家业 这不是作为领主 而是作为父亲的请求 男主心地善良深受居民喜爱 拥有识别人才能的力量 他对此打得骄傲 罗塞尔夏洛特和丽兹的忠诚无庸置疑 三人立誓豁出性命也会保护男主 他们对领主能一视同仁表达了感谢 丽兹想拜托领主见见外面的丽兮亚 经过同意后 丽兹叫门外的丽兮亚叫了进去 二人寒暄过后 领主说出了第一次和丽兮亚见面的时候 他第一眼看见少女就觉得对方非常老成 别的孩子哭闹他会哭 还会把好吃的分享给别人 这份温柔让领主产生了希望丽兮亚陪在男主身边的想法 从而给二人定下婚约 丽兮亚知道男主有因温柔而导致的弱点 但他为了更接近父亲正在拼死克服弱点 这番话让领主看出他非常喜欢男主 没过多久 得知消息的男主就一路小跑过来 他很高兴父亲终于醒过来了 最近他查阅了很多疾病方面的资料 有些草药可能有用 并且隔壁州有医术高明的医生 父亲肯定会尽快好起来的 听到这番话领主意识到儿子长大 自己也是在这个年纪立志成为战士 原来领主生于州内的偏僻小农村 那里的领主贪得无厌横幅暴敏 居民始终过着水深火热的贫苦生活 他忍受不了那种环境 于是刚满十岁便逃出村落去了城里 正巧那天总督前来造访 城中领主开了晚会宴请总督 具体情况他都忘记了 但那份冲击令他记忆犹新 在那之前他对贵族的印象 都是局限于管理村落的恶人领主 所以见到总督威严庄重的模样 让他大为震撼 那场面也使他产生了想成为 总督率领大批士兵的想法 后来他独自钻研剑术成为了士兵 他儿子的表情终于像样点了 领主这才稍微放下了心 男主表示能做他的儿子自己很幸福 随后父子二人天南海北聊了整整一晚 时而开心时而难过 欢乐时光终究还是太过短暂 第二天早晨领主便于是长辞 男主带众人处理后事 让弟弟妹妹过来和父亲道别 现在许多人来参加葬礼 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男主不禁再次流下了眼泪 经过丽姿的提醒 他这才开口 表示父亲教会了自己许多事 他比任何人都更强 比任何人都关心这片土地 昨天他们常谈许多直到父亲离去 临终前他将领地和大家托付给了自己 虽然自己不像父亲那样强大 但是我发誓会代替父亲优先保护大家 所以请大家能助我一臂之力 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表示会一辈子效忠男主 这时夏洛特也想起了曾经 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 领主帮他捡起帽子让他休息 嘱咐他等男主上战场再竭尽全面 而罗塞尔也是如此 晚上在图书馆看书感觉冷的时候 是领主过来帮他披上衣服 让他不要勉强自己 毕竟年龄还小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丽西亚非常庆幸自己 现在能在男主身边支持他 男主向大家表达了感谢 随后转头和父亲做了道别 请他在天上守护大家 这个男主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小小年纪就能享受到大辈童年的待遇 未婚妻和魔法玉姐非要搂着他一起睡觉 男主继任领主之位已经三个月时间 他祭拜父亲后便出发去军里开会 众人对男主父亲的离世感到悲伤 郡长和其他两位领主帅手下低头莫哀 随后鲁梅尔郡长宣布男主新任领主的身份 这次男主的表情比上回坚定了许多 几人全都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此次郡长把他们找来是有事情宣布 科兰大人决定举兵发起进攻 梅纳斯表示目前首都被次子巴萨马克大人占领 所以士兵数量和资源都比几方更多 长子科兰大人统治的圣普拉是贸易都市 经济实力占据优势 这两个城市的战力不分伯众 所以附近的郡跟随哪方会极大的影响最终结果 于是科兰大人试图说服周围的郡 但地处西面的郡中唯独佩雷纳郡不肯服从 佩雷纳郡面积不大兵力也有限 可如果出兵进攻首都 穿过佩雷纳郡的路线是最短的 换句话说不拿下这块地就见不起高效的补给线 从而导致失败 虽然想和平交好避免无意义的斗争 但若对方拒绝那也没有办法 只好由他们出兵攻打占领佩雷纳郡 就在这时男主开口了 想让鲁梅尔郡长给自己一些时间 他还想试试看能否说服佩雷纳郡 被占领的可能性极高却不肯回心转意 这一点非常蹊跷 如果能知道理由说不定就有协商的余地 听到这话鲁梅尔郡长同意让男主再试一试 会议结束后 男主带着利兹几人来到了一处孤儿院 见到了之前夏洛特照顾的那些孩子 夏洛特将带来的东西分给了大家 原来这座孤儿院是男主修建的 并且聘请了值得信赖的员工帮忙照顾孩子们 如果在小巷里找到了其他无依无靠的孩子 他们也会尽量带到院里保护起来 夏洛特照顾的那群孩子不久后也到了独立的年纪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工作 孩子们非常感谢男主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男主表示这不只是他的功劳 夏洛特为了他们的生活 每个月的薪水几乎都打了过来 听到这话孩子们再次转头感谢夏洛特 一开始夏洛特还想带他们一起走 但现在看到孩子们的样子 留下也不视为正确的选择 让孩子们多长见识多学习 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丽西亚突然跑了过来 她跟着父亲来到郡里就是为了见男主 男主有些措手不及 一时间想不出拿什么东西招待对方 看到孤儿院里孩子们幸福的模样 丽西亚瞬间就被他们的笑容感染了 突然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抱住了她 在其干净的衣服上留下了手印 见状男主打算给她准备新的衣服 可丽西亚却没有在意这么多 反倒是脱下鞋子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看到这一幕 男主再次感受到了丽西亚的温柔 到了晚上 几人准备按之前商量的先收集情报 丽兹提议雇佣兵去做 有个叫暗影的佣兵团是专门收集情报的 与她曾待过的佣兵团有过几次工作上的往来 丽西亚想一起跟去 她已经跟父亲说过会留作了 在妹子的可怜公事下 男主只好同意让她留下来 可不料丽西亚乘胜追击非要和男主住在一起 这一晚男主不断压枪避免走火 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 和孤儿院的大家告别后 几人前往城郊的酒馆准备和暗影见面 丽兹之前所在的佣兵团是上场战斗 而暗影却是暗中行动的地下佣兵团 主要接的是刺探情报以及暗杀任务 丽兹表示对方换了个年轻团长 那家伙精明果敢将暗影打造成了比之前还要厉害的组织 并且只接自己喜欢的委托 听到这话男主心中有些忐忑 很快几人到了目的地 刚开门就被几个大姐姐热情接待 不断向男主推销店里的东西 突然大汉以客满为有想赶走他们 见状丽兹直接上前说出暗号 此话一出大汉没有再为难几人 让他们去最里头那桌等待 期间男主发现周围人全都盯着他们不放 看到这一幕 男主猜测人群中可能有暗影的成员在观察他们 一旁的夏洛特提醒他先点餐 此时男主才回过神 向服务员要了一杯果汁 可当他用鉴定技能看向对方时却大吃一惊 服务员发现男主神情异常紧张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见对方转头离开 男主连忙起身要去厕所 原来刚才他发现服务员的面板属性高的离本 看似是女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男人 还没等男主继续向下想 突然后面一把匕首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服务员询问男主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是暗影的团长 见男主一直沉默不语 团长终于没有耐心打算痛下杀手 幸好丽兹及时赶到扔出匕首就吓了男主 只一个回合丽兹就抓住了团长的手腕 团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话因为洛丽西亚就推门走了进来 暗影团长对男主兵刃相向的行为 让他感到十分不满 要是最后不接下委托可就说不过去了 团长并没有被吓住 他表示使出全力可以杀了男主然后逃走 听到这话男主内心慌的一批 但丽西亚却说团长绝对不可能做到 因为丽兹不会让男主受到一丝伤害 到最后他只能独自逃跑 现场的火药味让男主不禁浑身颤抖 见团长还在嘴咽 丽西亚表示如果他敢杀死男主 那自己将追到天涯海角亲手杀了他 听到这番话团长丢下武器大笑出声 他果断为自己的无礼道了歉 在接受委托前 他想知道为什么男主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男主解释自己拥有能看出他人能力的鉴定技能 团长对此很难相信 但下一秒 团长表示自己早就舍弃了那个名字 现在他叫伐母 这番操作也让他相信了男主的鉴定能力 于是伐母接下了委托 通过丽兹和丽西亚的表现 他知道了男主的实力和威缘 随后他带着三人来到里面相谈 趁此机会丽兹向丽西亚表达了感谢 原来刚才男主点餐时的神色变化 让他猜到服务员是暗影团长 所以便跟丽兹商量好偷偷紧追其后 得知男主的委托内容后 伐母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了下来 最终的酬劳是一枚金币 他让男主先付三枚银币做定金 差不多五天的时间就能调查清楚 见男主有些吃惊 伐母表示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调查消息 这对暗影来说简直小菜一点 男主怎么也想不到 面前这个可爱大姐姐近视的男的 并且还是传说中暗影拥兵团的团长 日常伐母在酒馆以服务生的身份掩人耳目 即便他出现在夏洛特和罗塞尔面前 二人也丝毫没有怀疑对方的身份 如果不是男主有鉴定技能 他肯定也会误以为伐母是个女孩子 五天时间转瞬即逝 男主带利兹来到酒馆找伐母 这次的委托是对方亲自处理的 原来伐母是靠超凡的个人能力当上首领的 所以作为团长统帅职却不高 言归正传 伐母将佩雷娜郡不肯跟随柯兰的原因说了出来 通过调查他得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 男主翻开一看是份盟约 上面罗列了跟随次子巴萨马克大人的贵族文章和签名 签过名的贵族人手一份 突然利兹发现上面有麻萨郡的签名 麻萨郡人口众多 兵力在整个大陆内都名列前茅 不管跟随哪方都会对敌我造成巨大影响 幸运的是麻萨郡选择追随科兰大人 但与巴萨马克大人的盟约上 为什么也有麻萨郡的签名呢 如果这份盟约是真的 那麻萨郡很可能会倒个头敌 攻击佩雷娜郡的时候 对方不配合就不能形成包围网 甚至几方还会被两面夹击损失惨重 佩雷娜郡觉得跟随长子最后会输 所以才不肯应召 盟约是法母从佩雷娜郡长的居住地拿来的 真实性无庸置疑 男主对法母短时间内查到 经历情报的能力感到敬佩 就像传说中的福布伴藏一样 正当他准备掏钱支付委托费时 法母却说这次不收钱 就当做是上次对男主势力的赔偿 也算是对他未来的投资 男主向法母表达了感谢 随后带着利兹返回去找鲁梅尔郡长汇报 可听到这个消息郡长也是有些奇怪 明明之前马萨郡长对克兰大人赞誉有加 怎么现在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在确认盟约的真实性后 郡长夸奖男主干得漂亮 紧接着他让梅奈斯把消息送出去 但梅奈斯翻开盟约仔细一看 发现里面有可疑的地方 马萨郡的署名和印章不对劲 乍看之下确实没错 但和文件一做比较就能看出来 马萨郡的署名和印章是伪造的 鲁梅尔郡长表示 梅奈斯的眼光很好可以信赖 通过这件事男主才知道 自己的鉴定技能虽然能看见各项能力值 但看不到这种特殊能力 以后还是不能只靠鉴定结果来判断 莉兹猜测捏造这种早晚会露线的谎言 是想拖延时间 听到这话鲁梅尔郡长猜想起来 佩雷纳郡内有爆炸的魔力石资源 这种稀有的魔力石经过加工能使出强力的魔法 并且它还是一种制作强力兵器的原料 巴萨马克大人为了尽可能收集魔力石 才想控制住佩雷纳郡 综上所述 罗塞尔认为他们更不能攻击佩雷纳郡 佩雷纳郡本该是己方的同伴 闹出内讧削减战力指挥郑重敌方的下坏 所以他们应该告知佩雷纳郡真相并拉网对方 但鲁梅尔郡长派了几次使者都吃了闭门羹 于是罗塞尔提议准备证据来证明盟约是假的 画面一转男主带人见到了佩雷纳郡长 他已加入巴萨马克大人的阵营为由才进来 并表示想跟兵力强大的马萨郡一活 佩雷纳郡长认为能偷出盟约男主也是有本事 并表示会把此事告知巴萨马克大人 可就在这时男主开口想确认盟约的真伪 佩雷纳郡长说这是巴萨马克大人交给自己的绝对没问题 但男主却不理解为什么侍奉科兰大人的马萨郡突然改变了主意 一旦倒戈就会被包围陷入险境 马萨郡只要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这么选择 没有根据就亲信他人 男主认为佩雷纳郡长太鲁莽了 这番话给佩雷纳郡长说得哑口无言 猜出了男主是鲁梅尔郡长派来的人 当即命令手下将三人拿下 男主解释他这次来不是挑事的 而是想让他见一个人 话音刚落 身旁的另一个神秘人也脱下斗篷 此人正是马萨郡长 男主请他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就在两天半前 罗塞尔提议将伪造的事情告诉马萨郡长 得知这件事马萨郡长大怒 直接跟着男主前来亲自解除误会 佩雷纳郡长意识到被骗了 于是他决定转头跟随科兰大人 但他担心自己拒绝了多次征兆 科兰大人不会同意他加入 马萨郡长没有否认 因为佩雷纳郡长王护之首是不争的事实 但凡做过细致调查都不至于上榜 话虽如此 本次事件他认为男主是最大的功产 所以佩雷纳郡长就交由他来决定 男主对此感到十分意外 但很快他就平复心情 表示佩雷纳郡长确实有疏忽 可人都会犯错 自己不想因为一次疏忽就舍弃谁 所以他真心希望佩雷纳郡长能加入 佩雷纳郡长被男主所感染 他承诺会尽力帮助大家 事件圆满落幕 临走时马萨郡长感谢男主 没有让对手的阴谋得逞 并且没有留一滴血就和平解决了 除了演技有些声疏外 其他都挺好的 之后佩雷纳郡长答应 会全面给他们供应魔力使 就在男主祭奠父亲的时候 鲁梅尔郡长突然造访 告诉男主柯兰大人想要见他 听到这话男主大失一惊 二人的阶级相差太过悬殊 经过这次事件 柯兰大人对男主很有兴趣 让他们即刻动身出发 与男主的手足无措相比 后面的丽兹和罗塞尔却跃跃欲试 这可是受提拔的好机会 并且能借此打探同伴的情报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大姐姐虽然势久如孽 但却有着高达100的谋略值和野心值 而且仅是初次见面就看穿了暗影团长的女扮男装 能洞察别人的天赋 是男主转身后获得的超能力 然而他并不知道此等怪物般的存在 将会在不久后成为他领地内又一大将 自从得知总督有意召见自己后 男主当即便从领地出发 前往了更加繁华的大城市 至于夏洛特为什么没来 那是因为沉浸于美丽之中错过了时间 而在宴会当晚 男主便首次见到了众人敬仰的总督大人 处于好奇他也打开了鉴定眼 可这一看不要紧 面前的天赋和数值却让男主惊呆了 不仅骑兵到了S 还有多个A级天赋 更是连数值也都高于90以上 不过有传言称弟弟巴沙马克要比哥哥还要优秀 这也不禁让男主怀疑起了真实性 接着总督便开始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他希望众人能够全力以赴 之后他还特邀男主上台 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称赞起来 别看这个领主年纪轻轻 却巧妙试破了敌人的阴谋 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佩雷娜拉回了几方阵营 此话一出顿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男主的名字也被众人所熟知 接下来便是自由活动时间 丽兹和罗塞尔已经被美食相迷糊了 而男主却还在忙于应酬 光看表情就知道有多憔悴了 就在他准备稍作休息时 不料总督却在这时意外出现 差点没给男主吓死 原来他曾听闻男主有着发现人才的慧眼 便好奇询问自己那些引以为傲的部下们是否都很出色 男主听后一时雨色 要知道刚才在宴会上他确实发动了鉴定技能 但却没有看到特别突出的人才 虽然有些犹豫 但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本以为总督定会生气 没曾想对方却大笑起来 一方面是男主那直率的性格 另一方面是他深知部下们虽然斗志高昂 但能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 再加上敌方阵营里也有不少聪明人 就算兵力和财力是他们占上风 领导者不够优秀也没有意义 但也正因如此 男主这个新人才的出现才让他很是高兴 甚至承诺如果能帮他打赢这场仗 就会让他升格当上郡长 文言男主也是一脸猛逼 这不相当于直接从村长晋升为省长吗 不过既然总督对他寄予如此厚望 他也想努力回应对方的期待 而在临走前 总督还有个额外请求 那就是希望男主能运用他的慧眼 帮他找一些能干的人才 此时另一边 弟弟巴沙马克这边正密谋着下一步行动 虽然此前策反佩雷娜的作战失败了 但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魔力石 就算现在立刻开战也完全不虚 可即便如此 巴沙马克却依旧不满 因为他只打必赢的仗 也就是要确定百分百获胜才行 于是他询问其姐姐米雷优的下落 然而嘉诚却表示 对方已经成为了嗜酒如命的废物 就算放任不管也没任何问题 之后在丽兹的建议下 男主找到了暗影团长 并希望能借助他的人脉寻找些人才 团长听后自然没有拒绝 然而就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却被一个酒鬼撞倒在地 看到对方还算客气 丽兹也并未追究 随后酒鬼竟然误打误撞 来到了团长所在的酒馆 团长人都麻了 这才过去几天身份就被第二个人看穿了 这时老板闻声而来 发现此人竟是他曾经的酒友 且当年还被他坑了不少钱 愤怒之下便要将他赶出酒馆 但团长却示意留下 他倒要看看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见状老板也不好多说什么 然而酒鬼的习性岂能轻易改变 等第二天工作时 米蕾优又不仅经常上错菜 还总是在上班期间喝酒 更是还手抖打翻盘子 趁着休息时间 团长也开始向对方套话 可这一问不要紧 原来对方此前效忠的人 居然是不久前被刺杀的密西安州总督 听到这团长灵机一动 当即便给他介绍了一份 比这里更棒的工作 也就是送到男主家里 剑撞男主顿时就惊了 这不就是那天撞他的酒鬼 虽然有些怀疑 但男主还是试着发动了鉴定技能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这个酒鬼欲杰属性面板 近高的离谱 不仅统帅和无勇之高 智力更是堪称恐怖 甚至野心都拉满到了一百点 男主还以为是自己的鉴定技能出问题了 但经过旁边莉姿的解释 他才知道 米蕾优曾经是前任总督的手下参谋 莉姿不希望男主收他做家臣 因为米蕾优臭名昭著被赶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他弟弟托马斯 现在正为巴萨马克大人笑语 很有可能二人串通在一起 想打入他们内容 可男主思考再三 还是决定录用米蕾优 他不认为野心的素质高就会背叛 米蕾优这种优秀人才值得他去冒一次嫌 但没多久利姿就受不了了 因为米蕾优总是丢下工作 不管睡大觉 在练兵场也有很多人抱怨 他指导士兵时没有干净 甚至还强词夺理不肯反省 就在这时罗塞尔也跑来告状 米蕾优不让他读书 反倒是带他出去跑 男主还想替米蕾优辩解 可突然外面传出巨大响声 众人还以为有嫡系赶忙穿好衣服迎战 结果到外面才知道 是米蕾优想看夏洛特施展魔法 所以院子才变成这样 通过这件事 大家与米蕾优的矛盾全面爆发 不断出言要求他改变 见状米蕾优询问男主的看法 可男主看着众人忧怨的眼神 他也不知道现在该如何是好 米蕾优意识到自己想留下就必须想办法获得认可 于是他提出进行模拟战 如果自己能在模拟战大显身手 那么众人就要同意他当家臣 还没等男主说话 丽兹就果断答应下来 他想见识一下前任总督参谋的实力 在模拟战开始前 丽西亚特意过来为男主加油 他在信中已经知道了米蕾优的事情 米蕾优知道男主不会这么说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愿意接受自己 男主被两座山峰压的喘不过气了 此次模拟战两队都有50人 地点在东边的森林 时间到日落为止 获胜条件是击败比另一队更多的士兵 请拿敌军的大将或是让队伍全灭就算直接胜利 武器是用木制的刀尖不锋利的道具 只要头部或胸部被击中就算阵亡 并且不允许使用岩属性的魔法 他会发给大家一些鹰属性和光属性的魔力水 夏洛特可以利用他们做些事情 等到了分组的时候 除了男主和米蕾优一组 其余人全都不约而同站到了另一层 大家对米蕾优玩世不恭的样子十分不爽 最终新人士兵被迫过来和他一组 双方的战力相差悬殊 利兹认为像米蕾优这种扰乱团结的人必须赶走 可夏洛特却觉得米蕾优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才 他们这一队的大将是罗塞尔 另一边的大将则是男主 米蕾优知道几方用普通的方式 根本不可能战胜利兹他们 所以必须得用战略弥补插局 想办法赢得胜利才是军事的工作 很快米蕾优就让手下升起了开战的风火 而利兹这边也已经设好陷阱 他猜测对方很有可能会偷袭或射击类道具进行攻击 所以他们只要按照计划正面进攻 首先分成两支部队 由利兹率领一半的士兵走在前面 罗塞尔率领另一半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 要是米蕾优发动偷袭 那就马上用阴魔法召集大家 利兹会在他们全灭之前赶回来击败敌人 但就在利兹打算让手下掌握敌军的编制和位置时 不远处设置的陷阱被处罚 利兹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结果对方却说要倒戈 并把几方的策略都说了出来 原来米蕾优猜到了他们会分成两队 所以他想假装真的有嫡妻引诱利兹他们进入圈套 然后再偷袭来营救的另一支队伍 发动全面攻击擎拿大将获得胜利 但利兹根本不相信这家伙说的话 黄毛说米蕾优叫他假装背叛误导利兹 把实话说出来是因为他讨厌米蕾优 想吐槽的话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见对方情真意切 利兹也是相信了黄毛 黄毛表示米蕾优想引诱利兹到指定地点 然后两面夹击获得胜利 黄毛希望利兹能假装重击 他使用阴魔法就是暗号 没使用就代表作战失败 为了以防万一 利兹让黄毛把处眉交给自己保管 黄毛听话照做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利兹在拿到触眉后竟让手下将他抓了起来 这么显眼的触眉利兹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对劲 果然士兵在黄毛身上又发现了一个小的触眉 原来黄毛是想把利兹引到这里后找机会施展阴魔法 黄毛还想狡辩 可看到利兹和善的目光 他还是把事情都交代了 利兹打算从敌人的背后发起进攻 虽然他们的步调有点快 但后面的罗塞尔应该也能跟上 突然利兹发现前面有大批敌军 于是他眼神示意手下形成包围圈 然后放轻脚步摸了上去 可当他们动手才发现 这些士兵全是假的 利兹虽然不知道米蕾悠想做什么 但只要在这里把男主擒住就胜利了 利兹生气的模样把男主吓了一跳 可米蕾悠却对他自己的体力和脚程很有自信 此话一出利兹更气了 见米蕾悠背起男主想逃跑 利兹果断命令众人发起进攻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这个酒鬼欲姐竟是个转世女诸葛 模拟战的双方实力明明天差地别 结果她却赢得非常轻松 不久前模拟战正式打响 米蕾悠背着男主一路狂奔 利兹则是在后面紧追不舍 只要抓到二人他们就赢了 可让士兵们没想到的是 米蕾悠不仅有着一流的逃跑速度 还能将追兵引诱进陷阱 见这些小把戏对利兹无效 于是米蕾悠让男主堵住耳朵 然后掏出阴魔法道具朝身后扔去 趁士兵乱做一团的时候 米蕾悠带着男主准备悄悄溜走 不料利兹眼神锐利 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追逐战再次开始 利兹的速度不减反增 而另一边罗塞尔也听到了声响 他没有下令加快步伐 反而决定拉开距离 因为出现声响的位置超出了规定距离 利兹那边很有可能发生了突发情况 就在这时草丛传来声响 男主一方的士兵准备发起攻击 罗塞尔还以为他们人数和几方相同 所以并不担心自己会有危险 可他没想到 米蕾悠将所有人都派了过来 想以人数的优势碾压他们 见状夏洛特只能带着罗塞尔跑路 希望利兹那边会打败米蕾悠 但没过多久 罗塞尔就因体力不知险些被抓住 还好夏洛特及时挡在前面 让他捂住耳朵 很快第二波追兵就赶到 罗塞尔只能继续转身逃跑 与此同时 米蕾悠也从这声巨响中知道了罗塞尔的位置 可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因为利兹拉近距离杀到了背后 这时利兹也反应了过来 米蕾悠一直在朝着罗塞尔的方向跑 时间再拖下去恐怕会有变化 于是利兹卯足尽要先把他拿下 米蕾悠发起最后冲刺企图拉开距离 可利兹也不是吃素的 紧紧咬在他后面不放 因为利兹曾经发过誓 要在男主身旁一直守护他 二人现在比拼的就是谁的速度更快 突然罗塞尔出现在视野内 米蕾悠露出坏笑冲了过去 利兹让罗塞尔不要停下脚步 自己马上就能干掉米蕾悠了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米蕾悠让男主丢出因魔法道具阻挡利兹的脚步 可利兹很快就反应过来 冲破烟尘抬手向男主砍去 胜负一分 这次的获胜者是米蕾悠队 新元士兵都在开心庆祝 而另一边的老兵却在吐槽他们卑鄙 听到这话利兹表示 战场上不存在卑鄙这个词 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任何借口 虽然米蕾悠的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但他激发了士兵们的潜在能力最终赢得胜利 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情 随后利兹朝米蕾悠走去 低头为自己先前的势力道了歉 此时罗塞尔也明白了 米蕾悠会让他跑步的原因 男主担心米蕾悠接下来会嘲讽利兹几人 好在米蕾悠没有那么多 他把利兹和夏洛特都夸了一面 最后则是罗塞尔 中途拉开和利兹的距离害他差点翻车 能收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当家产 最厉害的还是男主 听到男主不想有战争发生 米蕾悠当即表示 此话一出男主被吓得不轻 他想都没想过自己去当皇帝 米蕾悠让他从现在开始努力 今后非常有希望坐上那个位置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大家在晚宴玩得很开心 米蕾悠拼酒就从来没输过 众人想让他指导一下 可米蕾悠却说自己没什么能做 他们的实力已经足够强了 并且利兹的指导和训练内容都滴水不漏 他也没有更好的建议 经此一战罗塞尔也顿武 军师不能只靠头脑思考战术 要是他在战场上死亡 那士兵会折损更多 所以活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 罗塞尔下定决心以后要坚持跑步 对此米蕾悠有个更好的办法 他让夏洛特在罗塞尔跑步的时候 在后面丢魔法 逼迫罗塞尔每天都到达身体极限 见米蕾悠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男主这才放下了心 就在这时利兹坐在了他旁边 白天的模拟战没能取胜 利兹低头向男主请罪 可男主并没有责怪他 二人之间的信任 不会因为这种事受影响 米蕾悠的聪明才智 毋庸置疑 利兹也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男主有可能当上皇帝 听到这话男主心里也燃起了斗志 询问利兹如果自己想为了 建造没有战争的世界成为国王 他会怎么办 之后的一段时间 只要天一亮士兵们就来找米蕾悠 让他帮忙训练 而利兹则是比以前看起来更加凶狠 夏洛特在罗塞尔后面丢魔法 帮他做跑步训练 可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 克兰大人给男主写信 要再次召集大家参加下次的战略会议 男主让米蕾悠也一起去出出主意 灵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竟然被别人拐跑了 甚至现在就要举办婚礼生米主成熟饭 不得不说这速度比闪婚都快了不知多少倍 而就在刚刚 男主带着手下受邀前往参加战前会议 比起他的担忧 米蕾悠和夏洛特则是心情十分放松 一边喝酒一边吹风 由于夏洛特还从来没见过大海的缘故 所以男主决定绕下去看看 夏洛特的可爱模样不禁让米蕾悠大笑出声 他去过很多地方旅游观光 那里除了好玩还好吃 就在这时男主走了过来 他答应夏洛特等战争结束国家变和平后 大家就一起去各地看看 突然罗塞尔说这里有很多的鱼勾起了夏洛特的兴趣 然后他就直接用魔法开始炸鱼 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渔民就愤怒地跑过来将他们赶走了 来到第二次军事会议的地点 其他贵族窃窃私语认为男主只是偏僻乡下的领主 不够资格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军事会议 幸好鲁梅尔解围及时和男主开始聊天 下来的总督柯兰也过来和他打招呼 突然米蕾悠吸引了柯兰的注意 虽然是前任总督参谋 但二人并没有剑拔弩张 之前米蕾悠拒绝了柯兰的邀请 说是不想和政治扯上关系 结果米蕾悠现在却表示跟着男主比柯兰更合适 听到这话其他贵族非常生气 认为米蕾悠是敌对阵营的亲人 很有可能是派过来的间谍 但柯兰相信男主的为人 并且不准手下再势力 为了赢得胜利 他必须要用米蕾悠的力量 在安抚好手下的情绪后 军事会议正式开始 虽然敌方的兵力多一些 但相对的 几方的物资也比对方丰富 就是能力出众的指挥官太少了 许多中立派贵族都被巴萨马克阵营的能力所吸引了过去 再这样下去只会陷入僵局 手下提议先攻陷东部的大都市贝尔兹德 只要展现出强悍的实力 那些中立派贵族也会转头支持几方 其他贵族纷纷表示赞同 男主见柯兰沉默不语 立马就意识到了这不是什么好主意 于是他让利兹几人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尼雷优也是毫不留情 直接将提议给否决了 柯兰让他继续说下去 在得到了允许后 尼雷优表示这样下去 几方百分百会输掉 就算士兵的素质很高或是有点钱 没有能有效运用他们的指挥官就毫无意义 巴萨马克是个拥有完美主义称号的胆小鬼 所以他会等到胜率将近百分百在行动 几方现在没有全军覆没只是运气 现在开战的话有七成几率是对方赢 如果攻打贝尔兹德 那么自家的老巢恐怕会被绕后占领 即使最后抢了回来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还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通俗来讲就是自信过头了 柯兰非常同意米雷优的观点 于是他询问对方有什么好办法 见状米雷优让罗塞尔说一说他的想法 其他贵族因为他是小孩子 所以有些瞧不起 但柯兰却让他说来听听 罗塞尔表示可以在攻打贝尔兹德的同时防御好这里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北边的帕拉底鲁州 拉入几方阵营 让对方认为只要出兵就会被夹击 可帕拉底鲁州是效忠皇室的州 根本不可能支持想独立建国的他们 罗塞尔想找委托皇帝当中间人帮忙 因为现任皇帝年仅17岁 身边的家臣掌握了实权 这些人非常容易被钱买通 柯兰果断答应了这个提议 让男主全权负责 鲁梅尔从旁协助 他会提供所需要的所有资金 只要这件事成功办成 那男主绝对会超越其他的贵族 但利兹和米雷优都不擅长谈判 对此男主有些范畴 可夏洛特心里却有了一个好人选 那就是男主的未婚妻利西亚 哈曼德领主还没等和男主说几句话 利西亚就将男主拉进了门 用最高的规格款待他们 等吃饱喝足后 利西亚便带着男主到处闲逛 在男主的影响下 他交了好几个朋友 并且比之前更重视领地了 对男主也越来越尊敬和仰慕 他将男主送的花拳都种了下去用心栽培 利西亚知道男主有事情拜托他 所以他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不需要父亲操心 在听完男主的请求后 利西亚果断答应了下来 作为交换 他也想向男主提出请求 男主能感受到利西亚真诚的心意 并且对方还一直在努力帮助他 所以他也决定说出自己的心意 由他来求婚 希望利西亚现在就和自己结婚 因为战争结束不知道要等多久 他要在危险的乱世中保护心爱之人 一番激情表白下来 利西亚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二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可听到要结婚的消息 哈德曼人都傻了 毕竟他们现在的年纪太小了 但利西亚坚定的话语和表情 让哈德曼知道他是认真的 所以他没有再阻拦 只是简单交代了几句 便让手下准备宴会 好好庆祝男主和利西亚的大喜事 和皇帝谈判的事情晚点再说 很快暗影拥兵团的团长伐母就调查好了 利用皇帝的权力为所欲为的人 是宰相沙克玛 他年纪轻轻却贪得无厌 一直无耻地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几方最高领袖的儿子竟然这么诚实 在宰相面前没有隐瞒 直接说出了他们带的全部金币 导致本该花一半钱 就能成功的谈判差点崩盘 可这一切都在政治手段满极的 利西亚的计算之中 男主受克兰大人委托前往帝都谈判 他们需要去圣普拉坐船 从海上绕一大圈先抵达帝都 顺利的话之后 就可以和帕拉底鲁州进行正式谈判 此次谈判由利西亚全权负责 为了不因他们是小孩子而被小瞧 所以利西亚还特意请鲁梅尔同行 这样发言也会显得更有说服力 夏洛特本不想承认 利西亚是男主的未婚妻 更何况现在马上就打仗了 结果利西亚三言两语 就把夏洛特轻松拿下 飘飘然分布清东南西北 男主让他担任护卫一同前往 难得有机会能坐船 正好体验一下广大的世界 可刚出发夏洛特就睡着了 突然伐母追了上来 将巴萨马克和塞兹州 联手的消息告诉了男主 随后便离开收集详细的情报了 男主意识到大事不妙 这样下去几方阵营会被两面夹击 如果塞兹州攻打米西安州 自己的领地肯定会第一个被战火波及 利西亚让他不要担心 只要能成功拉拢帕拉底鲁州 双方就会变成平手 打起来也讨不到好处 所以这次谈判必须成功 而就在利西亚侃侃而谈的时候 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 将他包里带的书都震了出来 原来利西亚想让男主依赖他 所以就更加努力学习 希望以妻子的身份精力帮上忙 很快几人就来到圣普拉和克兰大人见面 这个锅盖头少年是克兰的大儿子莲谷 在和男主打过招呼后 他便直接转身离开 随后克兰找男主单独谈话 询问男主有没有看到莲谷的能力值 因为从小他就无拘无束 想激发那孩子的长处却不知道怎么做 男主如实回答 表示莲谷现在的能力值并不高 但潜在能力还是有非常亮眼的地方 听到这话克兰才终于放下心 接着男主带夏洛特和利西亚来港口逛街 夏洛特为孤儿院的那些孩子准备了一些礼物 利西亚则是被男主送了一个想要的兄贞 结婚的时候没有送东西让他感到很抱歉 这让利西亚发誓要一辈子珍惜他 等船准备好 男主却发现莲谷也跟了过来 没经过克兰的许可他就要一起同行 幻想去帝都立功让父亲刮目相看 路上除了夏洛特一个人元气满满 其他人全都状态很差 莲谷甚至晕船疯狂呕吐 突然他看到有小船求救 于是便伸出援手将几人救了上来 夏洛特贴心地过去递水 结果下一秒却被几人抓住变成了人质 这让夏洛特很不爽 当即一个火球就砸了过去 几人毫无还手之力直接被绑 莲谷本想将他们带去帝都绞手 可男主却突然开口阻止 通过细节他发现几人不是海盗 刚才的武器应该是用来杀鱼的菜刀 果然不出所料 几人都是在帝都港口工作的渔夫 之前向国家借需要的资金出海捕育 但是帝都长期以来的财政困难 让他们越来越难借钱 所以没办法他们只能向商人借钱 导致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 为了家人能活下去 他们就算做这种事情也必须赚钱 莲谷认为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坏事 但男主却拆下衣服上的两个钮扣 让他们用来换三个金币 这不是怜悯和施舍 而是借给他们的 等不于赚到钱再还回来 并且不会收利息 莲谷好奇男主为什么会信任他们 男主表示不相信人民的领主 肯定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自己的确有可能会被骗 但是双方都不改变的话 那么彼此的关系永远也不会改变 说吧他便让手下给几人松绑 目送着对方的小船渐行渐远 很快众人就抵达帝都 他们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巨大 连鼓感觉宰相被钱蒙蔽了双眼 谈判说不定会比想象中的更轻松 丽西亚让他们先走 自己要为明天的事做些准备 等再次见面 丽西亚换上了一身豪华礼服 上面还镶嵌着数不清的珠宝首饰 他卖了个关子 说等一下大家就会全明白了 很快双方就正式见面 男主发动鉴定技能 发现宰相的能力值都很高 果然是个难应付的对手 宰相没有绕弯子 直言不管谁来都无所谓 他只在乎能拿到多少钱 在谈判之前 丽西亚就给大家做了计划 这次他们带了2000枚金币 如果对方要求支付更高的金额 他们就必须再回去筹钱 时间拖越久战况就越糟糕 所以谈判要让对方觉得赚到了 丽西亚刚开始说500枚金币 这么低的金额让宰相无动于衷 在一番精彩的砍价还价后 丽西亚用1000枚金币 就让宰相答应了下来 本以为谈判顺利结束 可怜谷却突然站起来 说他们太小气了 直接把带来的2000枚金币 全拿出来吧 不能让别人小看 我们圣普拉的财力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全都阴沉下来 宰相更是直接取消了谈判 为表歉意 男主想把钱全拿出来 请求宰相原谅 可对方却得寸进尺 让他们再多付一些钱 给自己赔罪 男主以为这次谈判肯定失败了 只能回圣普拉重新筹钱 连谷不禁又吐槽宰相的态度差 男主瞬间气炸了 给这家伙解释 刚才压低价格的原因 丽西亚阻止了二人继续吵下去 随后他追上离开的宰相 将自己身上的昂贵礼服脱下 就连珠宝首饰戒指都没有保留 让宰相变现成金币 经过手下的鉴定 这些东西价值500金币 剑撞宰相才终于松口 答应会帮他们和帕拉底鲁周周旋 临走时他询问 克兰阵营对皇帝陛下有没有忠心 宰相对此倒是无所谓 但嘱咐他们和帕拉底鲁周谈判的时候 还是留一点比较好 等回到住处男主几人才知道 谈判从头到尾 全都在丽西亚的预料之中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才刚刚谈判成功 就要跟着大军出发打仗 在获得皇帝的支持后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丽西亚却说全在他的计算之中 就算当时连谷没有说出预算 双方的谈判也不会成立 宰相到时候还会找机会继续索要贿赂 所以一开始他才准备好 华丽的衣服和珠宝 只要在最后关头将其当作贿赂交给对方 宰相就会很满意不会起义心 突然连谷站起身说他们错了 随后便转身朝外面走去 他告诉鲁梅尔自己对米歇安州感到骄傲 可男主和丽西亚却一直在说谎 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忠诚心 但连谷从小就拥有权利 不需要说谎和奉承别人 而地位低的男主和丽西亚 则要努力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守护人民 除了说谎有时候还得欺骗自己人 否则就无法守护想守护的事物 他们心里是深爱着这片土地的 这番话让连谷有些无法接受 索性冒着大雨跑了出去 鲁梅尔让男主不要讨厌连谷 他只是性格直摔过头了而已 如果能学会表现爱的方法 那么他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君主 一周后帕拉底鲁州的使者来到了帝都 与男主众人开始谈判 但在此之前他询问柯兰阵营是不是打算独立 并且这个问题指明要连谷回答 男主对连谷的转变非常诧异 他认为对方已经知道了几方想独立的传言 恐怕这次谈判不会成功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帕拉底鲁州的使者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同意了双方结盟合作 回到住处男主才知道 那天连谷冒雨敲开了利西亚的房门 向他低头道歉 大家都竭尽全力在替米西安州着想 而自己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连谷请教利西亚现在该怎么做 感受到连谷的心意 利西亚便建议他去参加帝都的各种晚宴 毕竟在谈判桌上能把自己不利的事情都说出来 那肯定是个非常诚实的人 这件事立刻就在宫中传开被贵族们知道 于是利西亚让连谷放出谣言 说打算独立的是巴萨马克阵营 贵族们肯定都会相信 这十天连谷成熟了不少 就连能力值都变高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还顺便找塞兹州谈判 成功牵制住了对方 科兰奖赏给了美元一百枚金币 可随即他话锋一转 接下来几方要入侵阿尔法达郡 所以命令男主和鲁梅尔负责指挥卡纳雷军的全军 在对手扩大势力之前一口气击溃他们 一个月后带着所有兵力来圣普拉集合 夏洛特发现男主表情有些紧张 于是便安慰他不要有负担 打仗的事情交给他们就好了 但男主却说自己这么软弱会对不起去世的父亲 当自己成为领主的那一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与此同时 看家的罗塞尔正在被米雷欧训练 结束后他让米雷欧教自己战术 可米雷欧却想喝酒偷懒 让罗塞尔去找丽兹请教 就在这时丽兹过来了 将米雷欧的酒杯没收 听到男主的名字 丽兹瞬间就变了一副面孔 恨不得立刻赶到男主身边 还好米雷欧说出男主临走前拜托他管理宅邸的事情 丽兹这才冷静下来 几人正说话之际 男主一行人也终于到家了 准备后天带着所有士兵出发 并且出征前大家好好放松一天 不需要再做模拟战了 于是第二天男主和丽兹亚出门逛街 因为接下来二人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 可就在这时 小镇居民听说男主要去打仗全都围了上来 看见大家脸上不安的表情 丽兹亚还以为他们是担心战争波及 但话音刚落 小镇居民就打断了他 大家担心的是男主和丽兹亚 叮嘱二人如果遇到什么事一定要依靠他们 临分别时男主和丽兹亚的怀中被塞满了食物 男主想顺路去看看父亲 于是便让丽兹亚先回去 他坐在父亲杯前说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自己接下来终于要出次上战场了 为了守护小镇居民的笑容以及领土 他必须拥有战时该有的表情 就在这时想法一致的丽兹三人也过来了 把花放在墓碑前并且说了很多心里话 他们都发誓会保护好男主的安全 最终赢下这场战争的胜利 很快就到了出发日 丽兹亚留下负责保护宅邸 男主只要专心打仗就好 在大军出发前 柯兰给他们鼓舞士气 将男主带来的好消息公之于众 在柯兰的加油打气下 所有士兵都像打了鸡血般 看到这一幕男主终于明白了父亲之前的心情 执意参加有可能会死的战争谁都会害怕 但有这么多朝着同样的目标一起奔跑的伙伴 无论是谁都会非常安心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屏障魔法 在火焰公主面前竟然一文不值 只见无数火球从天空倾斜而下 魔力碰撞仅仅两秒半 城内的魔力装置就全部爆裂 就在刚刚 男主带队迎来了首战 见他内心忐忑不安 众人纷纷上前鼓励 表示战斗交给他们就好 男主可以尽情依靠大家 很快大军就抵达了阿尔法达城 男主拔剑下令进攻 结果还没等交战 城头上就举起了白旗投降 这一幕让男主有些傻眼 柯兰解释由于双方战力悬殊 所以对方直接失去了战役 到贝尔兹德前应该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 男主可以暂时放心进军 与此同时 巴萨马克的左膀右臂托马斯来到了萨木克郡 并表示他绝对不打会输的仗 就算输给对方也一样 郡长有些没理解他的意思 但托马斯没有解释太多 而是直接让他全权交给自己 见状郡长的女儿塞琳娜有些不爽 就算对方位高权重 父亲也不需要摆出卑躬屈膝的态度 更不能把事关人民命运的战争交给别人 可郡长却表示这次的战争对自己来说担子太重了 还是交给托马斯大人比较好 自己会按照他提出的作战计划去防守重要的据点 眼看父亲心意已决 塞琳娜只好主动代替父亲去死守 而另一边男主也接到了任务 为了降低伤亡 他们可以拍出几倍于敌军的人数同时攻击 逼迫对方投降 克兰率领主力部队在主城附近等待 等三座要塞被攻陷后和分队会合 让萨木克城开城投降 男主负责进攻的正是地理位置最重要的要塞 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萨木克城和另外两座要塞 能不能占领这里将会改变今后战争的难易度 罗塞尔提议派侦察兵去要塞所在的山顶 只有掌握对手的阵容才能有效率的进行攻击 听到这话米雷优当即表示 罗塞尔太过于暗疏奔走了 这样只能算是三流的军师 一流的人会站在敌人的立场思考 要怎么做才能打败自己 在米雷优的点拨下 罗塞尔开始重新思考敌军的想法 对方可能会出兵夹击他们 所以派士兵去山顶的同时还要派人在山路监视 注意是否有前往山上的后援 这时塞琳娜也发现了男主的军队 于是她拿起法杖开始吟唱咒语 用屏障将整座城池都保护了起来 见状男主这边直接派出魔法兵部队 在夏洛特的带领下发动魔法攻击 虽然手下人的火球威力不够 但夏洛特可是被称为火焰公主的存在 这发巨大的火球轻易就将屏障给破坏了 军队还没等向前推进 下一秒屏障禁又被修复了 夏洛特让男主不用担心 只要连续攻击让对方来不及修复就好了 他们守战必须要赢 鲁梅尔让手下去收集魔力药水准备进行持久战 可就在这时山路的侦察部队传来消息 大约有1000名敌人正朝着这边过来 罗塞尔本打算按原定计划派出2000人去迎击 结果侦察部队又传来消息 说对方的主力部队好像在后方待命 总共有一万人 这意味着对方出动了所有军力 如此大胆的作战计划让米磊优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弟弟 要是现在选择下山的话就会和对手碰个正着 攻陷要赛的计划肯定会失败 留在这里如果不能拿下要赛 那他们也会因为被夹击而被团灭 唯一能取得胜利的方法是在夹击部队来到这里之前攻陷要赛 撑到克兰大人的主力部队来支援 到那时候就能前后反包夹对方 魔法兵攻陷要赛至少还需要半天 于是鲁梅尔打算撤退降低损失 但男主却认为在这里的都不是平凡人 全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他询问利兹能不能拖住敌人半天 夏洛特也不甘示弱 表示自己一个小时就能把屏障破坏 见两人信心满满 鲁梅尔也选择相信男主 因为攻陷要赛的计划失败 对手就会争取到时间派出更多的援军 到时候还不知道要拖多久 于是利兹带队出发 打算在狭窄的山路上和对方开战 强行将战力拉到同一个水平线 为了防止敌人往两侧散开 他还派人从山路的两侧射箭攻击 最后由自己进行收尾 要赛这边夏洛特陷入了苦战 无论他怎么破坏屏障都会修复 双方现在拼的是魔力药水 可对方肯定事先准备了很多 所以只能想办法破坏魔力药水装置 用来不及修复的速度连续攻击屏障 使装置不堪负荷坏掉 就在这时 塞琳娜再次发威 将屏障进行了二次强化 局势对男主这边越来越不利 见状夏洛特只好放大招了 把所有的魔力药水都集中在身边 发射这种特大魔法非常危险 一口气消耗大量的魔力药水 会对施术者造成巨大的负担 更何况他刚才已经发射那么多魔法了 夏洛特让男主不要担心 万一自己倒下的话就麻烦他照顾了 见夏洛特心意已决 男主也只能同意下来 随着夏洛特吟唱咒语 一颗如同太阳般巨大的火球突然出现在天空 紧接着散落成无数火球朝魔法屏障落下 塞琳娜拼尽全力试图抵挡 可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魔法药水装置不堪负荷全部碎裂 塞琳娜现在想修复也没有了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屏障消失 夏洛特身体亮腔向后退了几步 随后回头询问男主自己的魔法很厉害吧 得到夸奖的夏洛特开心地倒在男主怀中 他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就在这时莉姿也将夹击部队击退 顺利回到了男主身边 把守战告捷的消息说了出来 一旁的米蕾又不禁感叹